其實我作為男人應該找女人的那些 你作為女人應該找男人的那些 我不會 其實我們是看新聞價值的 我們做這一行 你看新聞價值裡面的故事性 等一下 問心理你會否覺得你們男人都會有這些東西 有沒有 自邊自道自然 一定會有 其實你也要看看影響力有多大 剛才那個女人就好像動員了很多警力 這一個呢 我想她沒有想過 有時候有些東西滾著滾著越來越大 是雪球效應的 很多時候你是因為這樣的話 你控制不了 因為你已經說了一個謊話 下一步你要繼續說下去 想明白 你一個謊話蓋另一個謊話 然後你越來越大到最後你要失控 所以你要搬走 女性是情感的動物 男人是比較理性一點 如果會這樣分 不覺 你是不是要平權了 女人是比較感性的 因為有那種武性會不會 普遍 有時候有些東西 在基因上面 你感覺上你會覺得她比較容易心軟 是 是 會的 會的 那剛才那件事你就說了 可能那個女生純粹是一時想試一下那個男人有多愛自己而已 沒有想到後續很多東西 我也是 我也沒有想過我回不了家 這個男人 我告訴你 他是超級理性的 他是完全想到 他做了這件事 做了這件事 會有什麼後果 只是輸了一件事 我先講一下 這個地方 有一個英國 一個印度裔的男士 其實他是結婚的 有一天他就報警 他太太被殺人殺了 哇 因為他家 出人名 警察上去的時候 他家已經被人搗亂了 然後就看到他太太的屍體 屍體在那裡 但他就說那時候自己還沒回到家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家已經是這樣的 打開門已經是這樣的 打開門已經是這樣的 沒有傷心 結婚之後 總之有一天回家 就突然發覺 家裡很凌亂 然後一個老婆死了 如果這個時候 如果刑事政策檔案 阿彤大宇走出來的時候 根據現場環境顯示 初步估計 應該是有殺人 為了爆駕鏡 其實不用初步估計 你知不知道 其實最先 報警那個人 是最大嫌疑的 是的 沒錯 在任何這些案件當中 報警那個人 他一定會查 一定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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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也相信這個法律 很多時候 第一個報警的 其實就是那個疑犯 沒錯 他又從他老公方面 著手去查 去到後來 發現這個老公 就是殺了他太太的人 真的嗎 但他不是家裡的 假設阿約和韓姐 飾演她老公 其實一定是阿約 做得好過你 殺得好過我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們兩個一起 cast這個角色 因為你們兩個 一個習慣 會令韓姐 cast不成為 殺太太的兇手 但阿約是可以的 一個習慣 一個習慣 一個習慣是我有 韓姐是老的 警察也是因為這個習慣 而斷定了 找到證據 你就是殺你老婆的兇手 你說謊 這件事是我有 他有運動 我沒有運動 跟運動是很接近的 跟運動是很接近的 當然 是因為韓姐 手無搏雞之力 我知道 我吃肉多過她吃米 你吃肉多過我吃米 你不是很吃肉的 因為她的力度一定比我大 她的力度一定比我大 跟運動有關 跟運動有關 跟運動有關的 就是我一定可以cast到這個角色 對 因為你會用這件事 或是會做這件事 你會用這件事 電腦 用電腦的東西 那韓姐也會用 電腦又怎麼殺人 找電腦 撥你 你不可以殺人 我只用這個 我可以殺死你 因為你是用蘋果 她用三星 蘋果硬一點 所以阿嬌就可以 兜頭脫 這個還防水 所以血不會流破 我知道你要問 因為她運動 她經常有戴那個手錶 有運動手錶 運動手錶 但運動手錶有關什麼系 運動手錶會記錄你的一舉一動 因為很多時候運動手錶會 好像我現在這樣 她現在震我 震我就是叫你 深呼吸 哈哈哈哈 因為我設定了這個 或是設定了這個APP 偶爾會覺得 你的人突然之間 心跳得很快 她就會叫你 在這個時候 你不如深呼吸一下 這樣 有時候會提醒我這些東西 她也會記錄我一舉一動 例如剛剛過去的那個星期 你知道嗎 可以在我的手錶檢查 究竟我什麼時候靜止了很長的時間 又或者我坐了很長的時間 她所有的東西都有記錄 心跳 你做了多久的運動 你上個星期是不達標 等等 我全部都可以在自己的手錶檢查 我估計應該是 我有這個手錶 運動手錶 我沒有 韓姐沒有 韓姐沒有 會不會 這樣我就可以做 或者是因為她這個運動手錶 嗯 走去殺她老婆那時候 那個手錶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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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殺她的時候 突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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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老婆死亡時間 大概是什麼時候 那時候 她的心跳得這麼快 會不會是這樣的 會不會是這個 其實你們不用在這裡做 為什麼 她可以去奧斯加做編劇 我不覺得我們可以編劇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去查案 其實我們可以的 我們真的可以的 一個臥勢 一個臥勢 一個摩西 一個摩西 是不是福爾摩斯 你想說 不是 一個柯南 柯南 明星太柯南 我們就叫柯西 對 反過來就是北 什麼都好 柯物都好 真的有關嗎 報警之後 警察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查不同的東西 然後就知道 這個老公 原來她是用這個運動手錶的習慣 真的 好死不死 科技有時候 實在是 幫她記錄所有的東西 她沒有人性的 科技 有些什麼她就記下 科技冷血的 客觀的 中立的 除了剛才阿蕊說 可以記錄心跳的速度 提起深呼吸之外 她這個運動手錶 和那個APP 可以記錄到究竟 她在哪裡走過 可以記錄到 有有有 你開了GPS是可以的 你放在Google Map 你可以知道你的人在哪裡出現過 即是幾時幾月幾點 對 有一個APP是可以這樣的 所以我試過有一次 就是有個朋友 老婆和老公 罵好大交 原來老婆不懂這些 老公很差 開了她的電話 放了這個APP 其實很多時候 我的女朋友 騙她去哪裡 其實老公是知道的 因為這個APP 其實已經追蹤她 去了哪裡 譬如舉個例子 我女朋友跟她說 我今天和韓姐去玩 我們會去銅鑼灣去喝茶 其實知道她去了元朗 知道她在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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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不拆穿她 不拆穿她 我看你跟我說多少次謊 對 草印花 看看你跟她說什麼謊 但她一直都不拆穿她 對 因為她想一直看著她 看她有什麼發生 對 然後我就勸我女朋友 那又怎樣 她知道你去什麼 你又不是去什麼 花天酒店又不是做什麼 又不是上了酒店 對 但她說這樣的話 你覺得很不誠實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APP 去追蹤我 究竟我每天去到哪裡 而且我會覺得自己很收家 我每天都在不停編制一些 她以為自己很厲害 騙到老公 每次都跟她說 我跟韓姐去銅鑼灣 其實她知道我去元朗買東西 就是這樣 她覺得很難跟自己交代 大家知道我好像沒有了信任 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也是因為這個科技 警察就在 譬如假設 太太的死亡時間 假設是下午5點 然後她透過這個APP 就發現 原來在她太太死之前 其實這個丈夫就已經在家裡 當太太死之後 丈夫就不斷在 Footprint 即她電子的捉印 因為記錄了她在哪裡走 就不斷在這個家裡 踏步踏步踏步 她一直都在家裡 踏步了十幾分鐘 警察就推斷 她應該在那時候 立即整亂屋 去製造這個 好像被賊人 入屋的狀態 入屋的狀態 然後 屍體有移動 有血跡 有一個拖血的痕跡 大家都會移動 對 正確的方向和軌跡 就是男人在那段時間 移動的方向 其實原本是天衣無縫的 因為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究竟那些人在哪裡 總之就是查不到 警察就有一個可能是柯西 突破了那個思想的框框 不如查到老公 其實會不會在老公身上 會不會有仇人 那個老公 所以殺他老婆 然後透過這個APP 就知道 知道了 就出賣了自己 哦 你不能抵賴 還以為 報警的時候 提供了一個 不在場的證據 很原理的證據 就是我不是家 但我回來的時候 就發現家裡被人撞亂了 然後老婆死了 就去報警 到最後的時候 就被人用這些高科技 就是一個運動手錶 就知道 其實基本上 你說你自己是不在場 基本上你就是那個兇手 是吧 嘩 真的很小心 所以這個就提得太大 我不大了 很危險 你以為你是會這樣做的 我未必會這樣做 但是這些事情 往往在你不小心 或者你沒有裝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被人裝到 這件事很可怕 但我還沒說 究竟為什麼他要殺他老婆 為什麼 那一定是有外遇 有外遇 一定是有第三者 我覺得應該 有錢 那些事情有關 不是錢是情 不是錢是情 一定是這樣的 色情 你想想早前 那個余家波也可以 那個真的挺天鵝的 余家波好像一個人一樣 余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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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家波那件事 你也覺得很可怕 我覺得警方查到也挺厲害 查到是余家波出事 遲些香港十大奇案 又可以加這個 真的很奇 這個案 真的很奇 余家波殺人事件 所以真的天網恢恢疑不留 那這件事呢 究竟為什麼他要殺他老婆 剛才說 一是情一是錢 他中了這兩樣 中了嗎 他為了殺他老婆 他拿了保險金 這個保險金大概可以有二千萬港幣 這兩千萬港幣都吸引 都吸引 豪宅 都吸引 當然吸引 但沒理由這樣殺人 是的 二千萬港幣都吸引殺人 最慘的是他旁邊還有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可能是慫恿他 對他 永遠都是這樣 對他 我們拿了二千萬軟酒高飛 對他殺了他之後 如果可以拿到保險金 就有二千萬 然後就可以跟他這個男朋友 最初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就吃到下口 對 吃到下口 其實有一件事 大家都會覺得 不是他做的 對 但原來這個是非常有預謀的 因為剛才我說 他拿了這個保險金之後 就不是跟女人願走高飛 是跟男人願走高飛 是跟男人願走高飛 他斷背 但他不是結婚之後才斷背 他一向都是 他本身是一個 亂背者 對 他本身是一個同性戀人 嘩 都很心無怨慮 但是因為 社會壓迫之下 他不能公開自己的身份 他就被迫要取一個異性的人 自己不喜歡的人 做太太 做一個女人 做一個太太 然後就買很重的保險 最後就打算殺了他之後 再拿一些錢 就跟自己的伴侶遠走高飛 對 會不會 一重再一重 對 這是一套戲劇 我覺得很有戲劇的張力 對 但是太毒了 首先 你因為自己的性取向 但又怕社會不接受你的性取向 然後你又強行找了這個女人 做了你的代替品 最後還要殺他 這個女人很慘 他差你什麼 大哥 我真的覺得最慘的是那個女人 女人 整件事他不知情 對 還要死了 最後還要被你謀財 開命 是啊 但因為一件事他原本就想著 沒有的就像電影段貝山一樣 我娶了一個女人做太太 在外面都可以跟自己的同性 去有愛情的關係 沒事的 但因為一件事令到他萌生一吊 殺了他老婆 甚至是疑兇殺我妻 殺妻子之前 其實他們兩個都經常會 其實表面上都很恩愛 他都很辛苦 這樣 他不喜歡女人 其實他經常都要假裝 跟他太太交功課 吃飯 表面上都很恩愛 但其實他們是沒有行防 但怎會有了 因為他就得悉 他太太用一個冷凍的杯胎 之前用某些方法 雪卵也拿了她的精子 然後結合了 結合了 然後就有了 但是對於丈夫來講 他覺得這件事真的 極度接受不了 所以萌生這個念頭 想著計劃 殺了他太太之後 就可以跟同性伴侶 去澳洲展開新生活 他在庭上會懺悔 其實他很怕讓外界知道 自己是一個同性戀者 但其實他應該對自己誠實 一開始就不應該娶她太太 對 因為他是一個印度裔的人 印度的宗教也是 不容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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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 這個男人自編自導自演了很多事情 背後也有很多不同的事發生 會令悲劇 最終會變成這個結局 對 你覺得如果你這樣說 你推翻 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 就是同性戀者 如果我們的社會 是能夠接受的 就是平權的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權 可以選擇他自己的性取向 也不用有那麼多壓抑 就會減少這些情況出現 又或者就算沒辦法可以結婚 但你知道他性取向的時候 家人你不要強迫他要娶一個 他自己不喜歡的異性 對 其實作為異性 其實他也很難做 其實他一定會感覺到自己的老公 對 你結婚之後都一直沒有行防 對 你作為一個女人都覺得奇怪 不奇怪 因為你習慣了 不是 阿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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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會覺得一件事就是 你行不行防 就要看看你究竟是剛剛相識 還是你已經相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你不是這樣嗎 你去到三四年 你都不會太密 不會太密 再去到一個地方 你就會覺得不需要 因為愛不是經常要做 甚麼招式都做了 甚麼場景都做過 在未有其他新的刺激之前 其實我想大家是明白的 沒有性不代表沒有愛 你頭一年還可以很密 你去到第二第三年 其實大家是講感情 說感情的 第二第三年已經講感情 我們是的 是的 女生是的 我不知道男生怎麼看 我就是了 兩三年我就覺得差不多 是感情 隨時隨你都 都激情 很難得 難怪你現在沒有女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